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也邀请到在英国的新冠康复者陆游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跟陆游打招呼 哈喽陆游你好 哈喽周柔你好大家好 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上线 所以一开始我们想请教您 是怎么样在英国被感染的呢 我的情况其实比较特殊 因为我在1月初的时候得了胃溃疡胃出血 所以当时我就去看了急诊 然后当时医生呢就建议我住院了三天嘛 所以我是在医院感染的 是当时您有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过程中 您可以稍微解说一下 因为很多人也会担心说要去医院 可是您竟然是在医院被感染 他是防护情况不佳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是的当时呢因为英国正在经历第二波的这个疫情高峰 所以呢每天的感染人数 我记得都是在几万人以上 所以整个医疗系统呢也是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我这个病呢当时医生呢还是建议我住院 因为毕竟也是比较比较危险嘛 但是医院方面呢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病房里面呢每天都有很多消毒啊 然后病床跟病床之间的距离也都是非常大 并且是所有的这些家属是不让探访的 不让探访的等等吧 医院方面做出了一些措施 但是毕竟呢医院是个人很杂很多的地方 而且大家都带着这个病痛 然后也有很多病菌的交叉感染 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除非是万不得已 如果是有小的病症呢暂时不要去医院 尤其是在一些这个现在这个疫情高发的地带 是好谢谢您的温馨提醒哦 那当时可以讲讲您有哪些症状呢 我最初的时候呢症状呢就是嗓子有点一样 然后开始出现咳嗽 紧接着就是体温上升 我是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开始出现症状的 刚开始呢除了就是有点咳嗽 然后体温上升 其实整体的身体感觉还可以 是到了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症状就加重 当时也是让我非常的意外啊 因为真的是我很少有这种就是得病呢 就是突然间一下子就是症状 非常非常加重的这种情况 主要的就是出现在这个肺部 刚开始呢是有一段时间呢 我感觉非常明显的有一股凉嗖嗖的感觉 从这个气管蔓延下来 然后呢就是紧接着就是有一些 这个心跳加快啊 包括这个气端 还有呼吸稍微出现一点困难 那与此同时呢 整个身体的状态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虚弱 我记得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我就是即使是躺在床上 什么都不做 这个心跳呢也是在120左右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的疲乏 对 那就是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时候 是症状最严重 身体感觉最难受的这两天 然后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就感觉明显的有好转 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这个这个病症呢 其实是有反复的 所以当时呢大概有那么一两天吧 感觉好像是在恢复感觉是在好转 但是很快这个病症又回来了 所以在大概五六天的时间里 其实我每一天都在重复 这个很多的症状是在反复 尤其是这个发烧的情况 一直都没有好转 而且我个人的情况啊 是每天上午身体是感觉是最舒服的 也不发烧 但是一到下午跟晚上 体温就会上升 然后其他的这些症状也会加重一些 那您整个就是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 是完全康复了 然后你自己从就是应该是说确诊之后 一直到现在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是这样的 我是在这个症状出现之后的 第14天的时候症状消失的 刚才我说到就是期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有一个多星期是不断的反复 这个发烧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 尤其是到了第10天的时候呢 这个来了一个小高潮 就是说我的体温上升到了38度多 然后其他的症状也加重了 就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停的 或者是说一个渐渐好转的这样的 他有发生了一个第二次的高峰 我不知道是仅仅在我身上 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患者也有 但是第10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当时呢 虽然我也很害怕 而且心理上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你总觉得已经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应该是慢慢的好转 但是突然间加重 那一天对我来讲是比较崩溃的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就是在第二天 比11天的时候到12天的时候 我的发烧还有其他的症状就突然间消失了 对 所以就是大概是花了13 14天的时间吧 这个症状才消失的 那之后呢 其实有相当一段时间呢 虽然没有症状 但是身体上还是比较虚弱 还是没有恢复回来 我在症状消失大概一个月的时候 就是今年2月初 2月中旬的时候呢 去做了一个这个抗体实验 抗体测试 当时抗体测试是阳性 但是呢身体上呢 就是还是有一些疲乏吧 就是直到现在 我已经康复了有三个多月了 但是呢三四个月了 但是还是当我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平时其实感觉并不明显 但是在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的时候 还是觉得体力没有完全恢复 是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哦 就是从确诊到恢复过程中 自己有做哪些保养吗 包括饮食方面呢 对 在养病期间呢 就是主要就是休息 每天要比如说休息睡觉啊 然后喝很多很多的水 我每天是要喝大概三升的水 然后饮食方面呢 就是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和足够的蛋白质 对 加强营养 然后足够的水分 足够的休息 主要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病呢 真的是没有特效的药 其实我们吃的 包括我发烧啊 吃这些发烧的这退烧药吧 也只是就是减轻你的症状而已 真正对抗这个病毒呢 还是靠自身的抵抗力 所以在整个生病期间 我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给我的身体足够的补给 给他的时间 给他充分的机会去对抗这个病毒 是 这个部分呢 还有您在整个就是 应该是说康复过程中 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其实非常的 应该说非常的鼓舞 就是您是跟您的太太住在一起的 但是呢 你整个康复之后呢 你太太其实并没有被感染 你可不可以讲讲你整个居家隔离的一个经验 然后你怎么样保障你的家人 其实不会受到感染 可跟我们分享吗 是的 在英国呢 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英国这边呢 它医院收治这些新冠患者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就是绝大多数的轻症呢 医院是不收治的 需要靠我们自己在家这个自愈 所以呢 当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呢 两个人 我得了病 那我太太没有得病 那我们从一开始呢 就开始了这个实行了一些隔离的措施 最早的时候呢 在我没有症状的时候 因为我是从医院回来的嘛 因为当时我就知道我处在一个比较高风险的地方 所以从一开始呢 我们就比如说从饮食呢 就是分餐呢 然后不会用一样的碗筷啊 然后在 比如说在客厅休息的时候 我也会戴上口罩 然后我们也会保持社交距离这样的 所以最初我们就很小心 即使还没有出现症状 但是当我就是出现了症状以后呢 我们就实行了比较严格的隔离了 就是我相当于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 除了用卫生间呢 其他的时间我就不出来 那我的生活起居呢 都是我太太来照顾我 所以她会把每天的这些食物啊送上去 然后摆在我房间的外面 就这样的 那我每次出来 如果是用卫生间的话 也会非常小心 之前会先消毒一下双手 然后如果我触摸过的东西呢 也会用这个酒精喷雾去做一些消毒 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房间里面做好通风 像我的话呢 房间里面是一直开着窗户的 这个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 当然是想要让这个整个房子里面保持很好的通风 然后降低这个病毒的这个浓度了 再一个方面呢 也帮助我环节我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 那这个过程中 我知道您太太也是为了帮助您恢复健康 就是帮您管理好您的饮食的部分 然后包括您在跟她沟通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蛮有意思的 您是用电话啦 或者是用视频啦 来跟她沟通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 就是整个我生病的过程 我跟我太太是没有见面的 没有面对面的机会 因为我知道呢 就是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真的是非常强 所以我们不想去冒任何的风险 所以我们的交流都是一直用这个视频变化交流 就是我觉得最后呢 也让我们很欣慰 因为我们做出的这些呢 最后呢 也确实避免了它被感染 所以我也觉得说 如果是跟我在同样处境的这些朋友呢 如果万一被感染了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怕麻烦 就是说真的是这些措施有的时候是比较麻烦 但是呢 为了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家人 这些是一定要做到的 是 是 那另外您在整个康复过程中 我觉得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在整个就是确诊一直到现在康复了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是的 其实我这个人呢 平时是很少生病的 所以这一次呢 非常不幸的感染新冠呢 给我个人还有我的家人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 整个这个就是患病还有康复的这个过程呢 给我的一个两个吧 最大的一个感想 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重视这个新冠这个病毒 对 我也知道之前就是包括在西方啊 还有很多国家 有一些人并不怎么重视这个病毒 有些人甚至认为它只是流感啊 我个人的体验真的不只是流感 就是不管是从症状上来讲 还有就是带给身体的这种感受 还有呢 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因为这个病毒呢 它直到现在其实还是大家了解的比较少 尤其是没有真正的特效药 所以呢 它很多时候呢 包括说每个人 每个人的个体对它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加重 什么时候会反复 那这方面呢 也确实带给我自己呢 很多的心理上的压力 我觉得甚至觉得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呢 甚至要大过真正的肉体上的这种病痛 对 所以一定要在自己可控的情况下呢 做好防护 尽可能的不要被感染 如果是身处比较高危的这种环境呢 比如说像我当时在医院住了几天以后呢 一定要隔离 即使没有症状 也要就是做好这个防范吧 以防万一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得病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就是即使说我说这个病有它的可怕之处 但是呢 就是如果万一不幸的 像我一样中招的话呢 也不要太害怕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心理的压力太大 那它会更加加重这些症状 所以呢 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吧 尤其是呢 在症状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 自己不要去胡思乱想 不要去往坏的地方想 也不要总是去特别关注自己的这个病 尽可能的呢 能够分散一下注意力啊 然后能够乐观一些 但是呢 与此同时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足够的补给 就是休息好 然后注意好营养 然后呢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机会跟时间 去跟这个病毒做斗争 最后呢 其实我觉得数据上嘛 科学数据上也确实显示说 绝大多数的 尤其是岁数不大的人 或者是没有基础病的人呢 有非常非常大的概率能够自愈 它只是这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以呢 对那些不幸感染的朋友呢 我也想给他们一些信心 就是说 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 这个病呢 虽然说在短期内会给我们很多的影响 但是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好的 我就享受这些 谢谢 非常感谢陆游分享您的这个宝贵经验 也非常恭喜你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你除了可以鼓励大家呢 然后你自己本身又康复了 非常感谢陆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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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刚才呢 其实陆游也谈到 他怎么样做到避免家人被感染 我觉得也确实成功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郑元余医师 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看看 他这个做法为什么会成功 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郑医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恭喜陆游目前康复 而且也恭喜这个太太啊 是没有被感染啊 因为呢 我在这个陆游个人的这个视频上 有看到说他太太后来是有在医院 就是检查说 并没有抗体 用这样的这样的过程可以进一步的 从他无症状再多了一个抗体的检查 来发现说真的是做一个成功的隔离 那我会认为说这个整个过程 最最关键的一点 也就是一般人最容易去 没有办法达成一点就是说 他在出院 在医院因为这个胃溃疡 本身这个病康复出院 一回来就已经开始他的这个防疫的这些做法了 虽然还没有到达最高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 症状出现啊 这个COVID的症状出现的前两天 跟症状出现后的第一天 这这三天啊 他事实上是传染力非常强的 那也就是说在传染力最强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警觉性的话 OK那那你症状出现才开始进行隔离的话 事实上是已经把很多病毒都已经 被你的家者去接触到了啦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说 有做好通风 因为这个通风的话 我们知道COVID现在被证实说 有气冗胶感染的特性 那么气冗胶感染首先是说 我们个人防护上等级要提升到 用N95口罩才有办法阻绝 但是N95口罩它的这个佩戴的这个完全密合 第一个是完全密合的 的正确率以及你整天 整天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过程中 一天24小时 不可能全部都密合了 所以说这一点会造成说 感染的机会会提升 那么通风的话 第一个是这个空气中微小的这个病毒颗粒 还是搭载着这个PM2.5左右的这么小 PM10到2.5这么小的颗粒呢 会被这个空气直接带走 或者是说它带走的过程中 可能还在房间徘徊的时候 因为有空气流通 所以这个空气流通的状态下呢 其实病毒容易因为比较干燥 或是空气它的这个附着的微粒子的湿度 慢慢的降低的情况下呢 会是病毒会失去感染的活性了 所以保持通风是相当的重要 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沸沫传染 OK大家就知道说要带口罩 那空气传染的话 第一个你口罩要提升到PM 提升到N95等级 第二个就是说要有足够的通风嘛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那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传媒 Falmite Infection 就是说我们环境中接触过啊 或者是说我个人的唾液啊 分泌物这些在环境中的沾染 那就是要不厌其烦的洗手 然后消毒环境 而且呢在两个人隔离的时候呢 你总是会有一些共用的通道 譬如说家里的大门 或者是这个卫生间 那这些共同的通道就是我们去 强化卫生强化消毒的重点 这一点能够达成是 是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时机 真的是在非常正确的时机呢 就达成说出现症状前 就已经开始的防疫的这个准备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个通风这一方面有做好 那第三个就是说 他们的共用环境区也有做好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第四个是真的非常严格的遵守 包括说连聊天都是用这个手机啊 是用影像通话这样的方式啦 然后所有的食物啊 或者是这个卫生打扫啊什么的 这个基本上人都没有见到面 也就是说还是 我还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考 然后也蛮鼓舞的 因为以我的观察来讲 能够达到这一点 然后维持很强健的这个心理素质 然后有纪律的去完成 是真的是不但是个人保全了这个 就是让自己能够痊愈的过程中 然后又能够保存到这个亲爱的家人 是非常不容易也非常让你觉得鼓舞的事情 是我觉得这个他的案例 其实也是刚才包括郑医生的解说 其实真的是可以提供 现在正在疫情中的这些朋友们一些参考值 感谢观看